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依然日夜思念 却只梦过爸爸两次 一次抱怨她和哥哥不理爸爸 其实细节我想不起来了 但醒来她泪流满面 想跟爸爸说 你才不理我们嘞 为什么都不来找我们 根据媒体报道 龙少华去世前曾在房内一度联系柜台 表示有心脏不适的状况 不过事后说没事 因此未前往就医 也有工作人表示 龙少华已有慢性病时 平时靠药物控制身体状况稳定 最近没有听她说身体不舒服 当时龙少华在拍摄《美丽人生》戏剧 有剧组人员透露 当天中午打电话与龙少华约好晚上一起吃饭 通话中未发现任何异常 怎料过了六个小时后 剧组人员吃晚餐时联系不上龙少华 与警方 民宿人员抵达现场 用备用钥匙开门 发现龙少华倒卧在床边 失去生命迹象 现场门锁未被破坏 且屋内也没有打斗痕迹 其身体没有明显外伤 衣着完整 在被送往阮宗和医院急救了44分钟后 仍然不知身亡 消息曝光 震惊各界 龙少华曾被媒体爆出名下有栋市价2000万 含四个车位的豪宅 数千万财产生前恐早已分配好 据悉 龙少华曾因欠债跑路 也不讳言靠女人吃饭 后来醒悟浪子回头 把所有拍戏赚来的钱全交给妻子 自己则是领零用钱过活 她也为了一家人有向心力 将台北市内湖透天独栋别墅 以2000万元建价卖掉 反而在桃园买下百平公寓室豪宅 一家人都同住一间 也不要各自分层 总是留她一人在客厅发呆 而龙少华一家所住的百平公寓豪宅一共含有四个车位 目前市价约落在2000万元左右 而以她拍戏每集5万元行情 再加上接下长寿剧 年收入恐破千万元 孩子长大后开销也变少 初估留下数千万元身家 龙少华极为疼爱女儿陈玄 在儿子小时候就叮嘱要对妹妹好一点 还大开玩笑 爸爸算出来了 妹妹以后会很有钱 暗示财产会留给女儿 虽然这仅是玩笑话 或许对遗产也早有安排 但无论如何都可见她对陈玄的宠爱 要知道龙少华不仅仅是一位草根艺人 而且还是一位颇具实力的老戏骨 她出道超过40年 在演艺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生热爱拍戏的她 累积破百部戏剧作品 然而 在她离世之前 其实还有一个心愿尚未完成 她曾主动向制作人郑秀英提议合作 当时龙少华向她分享了一段日本小说中的故事 主要是描述一名北海盗火车站长 坚守职位 守护旅客的温暖事迹 据报道 当时龙少华深受故事感动 自觉适合演出站长角色 希望能与郑秀英合作 再多金钟 如今随着龙少华离世 这件事也成了永远的遗憾 龙少华虽然在演艺圈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但却出生悲惨 刚刚出生的时候就被家人遗弃 好些人将其带回家收养 但却因为各种问题被养父抛弃好几次 这之后又跟随生意失败的养父跑路 龙少华1953年出生于台湾 本名陈坤仓 就义名为夏春秋 她的个性直来直往 她入演艺圈42年 拍过不少卖作视频 戏剧与经典作品 演艺精湛 浑然天成 无论是大小荧幕 配角或主角 正派或反派 内敛或外放 她都能演 全市的各种角色都挥洒自如 演什么像什么 但因童年曾受虐被关在基隆里 导致她成年后患有幽闭恐惧症及恐高症 这成了她演戏的罩门 她凭着喇叭红的悲喜曲 获得了第48届金钟奖迷你剧集男主角奖 之后的党良家之位 又得到了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主角奖 不过提到她金钟奖的事迹 许多人对她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她两次怒呛金钟奖 还因此被冠上大炮的封号 被外界认为她爱呛人 后来她也为自己直率的个性道歉 自认以前真的没长大 2011年她以路边董事长入围军中势地 当时得奖的呼声极高 但最后却败给爱无限的主角潘伟博 当得知评审的给奖理由是鼓励新人时 她呛说 奖要给得实至名归 要让入围者心服口服 我输得不爽 这金钟一文不值 2019年龙少华终于圆梦 获颁金钟奖最佳男主角 一上台领奖她就大喊 爽 真的爽 并自嘲 以前真的是没长大 不懂事得罪了很多人 但不懂事也好 没长大也好 做过的事就要敢做敢当 我不后悔 现在岁数到了 有些话摆在心里就好 不一定要说出口 多考虑五秒 就会觉得说那些话没有意义了 龙少华的人生大起大落 比戏剧更颠簸坎坷 2005年她出版了戏台上的浪子 龙少华的精彩人生半自传书 自数出生就被父母遗弃 之后养父母离婚 她跟随养父生活 童年受尽养父虐待 稍有过错就被赶出屋外 关鸡笼 让她在鸡笼里吃饭 养父生意失败跑路时 就把她托付给房东 房东会做卤肉给她吃 她就靠卤肉配饭过日子 还说 这是我最熟悉的味道 到现在都很爱 由于生活艰苦 16岁时 她趁着年轻提早入行 但刚踏入演艺圈 拍戏常有一次没一次 拿到剧本 只要有一两句台词 她就高兴得不得了 对着镜子练习整晚 隔天到现场 却被导演显咬字不清楚 当场删掉 直到30岁时 她的成绩都还不上不下 曾经半年内 身上不超过500元 靠吃方便面度日 后来她决定转换跑道 投资开酒店 结果欠下了一屁股债 借贷跑路 还企图轻生离开世界 最后 只能仰赖红粉知己的资助 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吃软饭 但她从不欺骗人 红粉知己们 都知道她的状况 还透露 当时她还抑郁到 拿香道养父母前 骂她为何没有保佑自己 直到遇到贵人相助 这才让她翻身 出名后 她决定洗心革面 尽管负债累累 被黑道追债 她仍勤奋接戏 赚一笔钱 还一笔债 慢慢地 还完了数百万元债务 当时 很多人冷眼旁观 而追求完美的她 因为害怕表现不好 身患忧郁症 躁郁症 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在客厅 把家具搬来搬去 换位置 吵到邻居 都来找她抗议 之后 她的演艺事业 像走运一样越来越旺 戏约不减反增 甚至很多戏 特地为她量身打造 曾经的生意失败 欠债逃亡 演艺工作低潮等的经历 让她懂得珍惜一切 敬业接戏 还说 自己喜欢的不是钱 是工作 叫我退休 我可能三天就得抑郁症了 年轻时龙少华非常花心 坦诚第一段婚姻破裂的原因 就是无法只爱一个女人 她在追求第一任老婆白红时 不顾对方当时还有一位太过男友 不断展开公式 两人只交往了半年就结婚 但婚后又常常为了一些小事争吵 期间 她还与演员司马玉娇传出绯闻 因此 这段婚姻仅维持了一年就结束了 离婚后 她也交往过很多女朋友 一夜情的次数更是难以计算 她曾与女性夏玲玲热恋 但交往三五年后 因为产生嫌隙 已分开收场 最戏剧化的故事是 她曾经在路上碰到前女友 对方还拿出一张照片说 这是你儿子 让她不确定是否真的 有亲生骨肉流落在外 此外 她现任老婆谢雪珍怀孕时 却并不打算结婚 还劈腿并与其女友同居 但在遭遇挫折时 谢雪珍仍然不离不弃 让她突然顿悟 对妻子深感愧疚 结婚后的龙少华浪子回头 重心全放在家人身上 对现在的老婆子女负责 所有财产 房子 赚到的酬劳 全部都交给老婆 平时用老婆付卡 成为演艺圈有名的爱妻好男人 并表示 我甘愿 也应该这么做 毕竟我又不会理财 我跟她说 你不是我的最爱 但是我的老婆 自那以后 她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好男人 不仅对家庭一心一意 对拍戏也是猛足了劲 只可惜天不如人意 她在2009年被确诊患有糖尿病 虽然定期服药 却并没有好转 雪糖值是正常人的两倍 从此 她开始提携后辈 也全力栽培自己的子女 陈薇佐 陈玄演戏 希望未来孩子能清除于兰 更胜于兰 2016年 她带着陈薇佐入行 牵线让她演出偶像剧 Hi-Fi制霸青春 但陈薇佐尝试过后 决定放弃演戏 转而追求稳定的生活 目前只有陈薇 仍留在演艺圈 有一次龙少华在台南拍摄双城故事时 一家有50年历史的米糕店老板娘看到她就落下眼泪 结账时坚决不肯收钱 只要求她隔天再来一趟 第二天 她带着剧组一曲去用餐 老板娘牵着一位看起来比她小几岁的男子到她面前说 她是我老公 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症 现在谁都不认识 全世界只认识你 接着老板娘问老公 你知道她是谁吗 对方立刻开口答道 我知道她是龙少华呀 这段对话让龙少华控制不住情绪 眼泪当场就掉下来 她说 那种感动直接刺进我心里 能这样子对我的 只要有一个粉丝 一位观众 一个就够了 我谢谢她 这是我到现在为止一生最难忘的事 或许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总是很意外 私人一世 愿龙少华一路走好 她的作品会永远陪伴着我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